两名法国报纸记者上周六前往呼和靠特 希望采访去年12月9号被释放的内蒙异见人士哈达 但在社区门口遭监视哈达的保安难节 并被带到了派出所盘查数个小时 此后被多名公安送到了机场 去提出呼和靠特 中国经济网日情报道 文软诺基亚已经决定将设在中国的工厂前往越南 原本是在东莞跟北京两地的诺基亚工厂 将有超过9000名工人失业 今年以来不但外资企业加速撤离 而且各种经济指标都呈现疲态 有分迹家认为外资撤离中国的趋势可能只是开始 中国经济今年将面临重大考验 杨年除夕上演的央视春晚 从播出开始就广遭大陆民众诟病 几天来网络上的吐槽不断 有人在网上发起万人连署活动 说春晚有毒要求停播 短短几小时就收到超过上千人签名 联署网页当天晚上就遭到屏蔽 相关微博也被删除 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代表周永康及陈敖辉 23号在瑞士日内网出席联合国人权跟民主高峰会 陈敖辉发言表示 雨伞运动是继八九民运后 对抗中共的最大型学生运动 他们呼吁国际继续关注香港人权 强调香港命运将直接影响中国及全世界 新唐人雅大电视 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提供 明镜需要 Project fair 明镜需要您的 корп Review